Losafim成员们在练习生时期进行的训练被曝光了 今年5月从hype旗下的Source Music出道的女子组合Losafim 日本成员恭喜肖良和韩国成员薛韵珍 透过WeLife进行了现场直播 表人在现场直播中透露了在练习生时期进行的训练 在家里试试吧 有可能晕倒有的好强的训练 备受关注 他们进行的训练如下 开合跳连续100下 波比跳25次乘4套 体肝运动3套 腹肌运动 棒式blank 抓着耳朵跳 棒式blank跳 直到一首歌曲结束为止 平板之声 加掌上压 blank to push up 攻协效量和训练虽然做了一些 但据说实际上还有更多 攻协效量表示体力已经用光了 训练结束后进行的舞蹈训练非常残酷 但是训练并没有就此结束 穿完晚饭后又重新开始进行体能训练 而且训练一直进行到凌晨12点 结束训练后也一直进行到凌晨2点 在持续进行这种训练的过程中 原本是肌肉难以紧绷体质的攻协效量 也变得肌肉紧绷 特别是上臂 二头肌部分似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训练也极力称赞攻协效量的变化说 和第一次见面时真的不一样 随后攻协效量展示了他的上臂二头肌 爱的含舍 美丽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